中央银行的官员大家午安 可不可以请总裁 谢谢 好 总裁请 总裁好 本席现在是在外交国防 所以没有办法经常到财政委员会来 来聆听这个诸位官员的高见 那么我看到你中央银行的这个业务报告 我想跟您做一些讨论 首先呢 就是您谈到这个通货膨胀率的问题 那么你不断的强调 我们国家的这个通货膨胀的状况 是比其他主要国家都来得低 而且稳定 那么你在17页有个表 我希望倒是那个表 可以把你在前面的那个 综合报告里面 主要国家GDP成长率跟CPI的增长率 这个地方做一个产式 然后做一个双维度的 一个是经济成长率 一个是消费者物价上涨率 来做一个对比 看看我们国家 面对这个低通货 稳定通货膨胀的这个 低通货膨胀的这个环境之下 跟成长率之间的关系 在国际之间的比较 这样的话可以更清楚 你的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个政策本身 是不是物价上涨的政策本身 是不是有它的这个经济的这个贡献 那么我想要讲的一个问题是 没有错 中央银行是负责整个国家的这个 一般的物价的这个稳定 而且你把你讨论的是核心物价指数 是不是 你这个报告里面是用核心物价指数吗 是用Core Inflation 我们是用CPI 你用CPI 好奇怪 因为其他国家 有些国家没有Core Inflation 好 没有关系 你用CPI那更好了 为什么 因为上个月 我们事实上现在媒体 也不断的关切一个问题 就是民生物资的价格的上涨 这个民生物资 其实讲的主要的就是食品类 那你也知道 你今天谈的这个物价上涨 是一个average的概念 是一个家权平均的概念 而我本习关心的代表 小市民的政党 我们关心的是中低收入 中低阶层的这些人 他们所面对的问题 我相信你也非常的清楚 如果按照这个家庭的 所得的这种分配状况来看的话 最低的10% 甚至最低的20%的 这些家户所得 他们面对的物价上涨的压力 特别是民生消费品 这种食品类的压力 是非常大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 非常清楚的一个趋势 你也知道我们在 20%以下的所得的这些人 他的每一年的储蓄状况 已经是负的了 然后面对的民生物价的上涨 使得他们要用 提出更多的所得 来应付他们的日常生活 不仅使他们的储蓄率下降 储蓄率是负的更大 负的更多 而且他们的 就是他们能够面对的 这种压力更大 所以我举个简单的 根据现在的统计 食品类占综合所得的 最低的那个 综合所得最低的10% 它平常的食品类占它的支出比 已经是150%以上 所得根本不够 来吃 那现在涨了这个物价以后 又增加了4.3% 就是以这个上个月的2.8% 相对的同样的物价 食品类的物价上涨 对于那个最高所得的冲击一样 只不过增加0.3% 所以非常的不均衡 中央银行 有没有思考过 面对这样子的一个不平衡 对于这个社会阶层 有不平衡的冲击的情况之下 要如何来处理 或者是对政府的建议 我想 刘文提到一个问题 因为 最近全世界的讨论 就是所得分配的 inequality的问题 这也是造成全球 一个社会 经济社会风险的问题 就是像美国 在金融危机以来的话 那么家庭所得的增加是 所得90%以上 都被1% top1%的人拿走 所以我们不希望 这个事情发生在台湾 但现在已经发生在台湾 但是说 我想要讲的就是 现在这个物价 但是我希望呢 政府呢 能够透过教育 提升一般老百姓的生产力 那你讲的是长期的 因为老百姓的生产力 提到以后 它才能够增加它的工资嘛 如果在短期里面 也许可以 政府实际上 我当然理解这个长期的政策 可是你的货币政策 事实上 我的观察是 货币政策也是大刀小 大刀无法用在这个小事情上面 我意思是说就针对这样子的一个不平均的问题 我想要讲的是 一个物价上涨 它对于社会不同的阶层的影响 是不一样的 所以当你在说明物价通货膨胀率 或者是物价上涨率 是稳定的 而且是有限的 但是别忘了 深斗小民 受到的这个物价的冲击 特别这个物价的冲击本身的结构 是在民生物资上面 它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 一方面 它的所得低 在另外一方面 它的大部分的所得是用在民生的消费品物资上面 结果你这个物资上涨价又涨得那么厉害 像李委员报告 我会相当质疑农产品价格 所以有农产品价格涨的时候 我常常就打电话给农委会主委 我说宝鸡兄 赶快你把库存 放出来卖 但是呢 农委会有他的困难 你知道吗 他不敢让他跌 他有涨了他也骂 跌他也会被骂 那你就应该打给卫福部 请他们赶紧拨离福利或福利心 但是我们这个农委会主委 前主委非常好 他常常就会在 很快的把这个量换出来 他是有一些东西可以在做短期的调节 我想这个 我只是说明一下 就是说你在说明这个问题的时候 请您也要特别注意到 虽然总体的货币政策 是管理全盘性的平均值 但是它对于社会的不同层面的冲击 它是非常大的 您应该提出您的社会关怀 当然我期望您是 能够更上一层楼担任 至少要担任行政院副院长的话 你这个可以关切的更多的部会 但是我想你 副院长不必 副院长不必质询 有总统找过他当院长 他不去的 对 院长要质询 副院长不必被质询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位置 特别要做事情的话 好 这是一个物价的问题 我是提醒您 希望要注意到这个弱势的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您在这个报告里面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 您也被指派的一个工作 就是要稳定汇率 所以您也不断地说 我们的汇率提起 这个汇率也是非常的稳定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 您的稳定的汇率政策 对于经济成长的贡献是什么 有没有 你不要跟我 你不用跟我讲说 进口出口的问题 那现在台湾的经济弱势的问题 是在于 事实上你在另外一方面 你用REER的 实质有效汇率 你又告诉我说 新台币的这个贬值的状况 至少跟韩国来比的话 他们升值 我相对是贬值的 那么应该有助于我们的出口 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暗示 我一方面稳定 另外一方面 我的汇率又相对维持微贬 相对我的主要竞争国家 所以呢 我们的国家的经济 我有贡献 那我想要问的问题是 可是如果说 你的贡献度在这边的话 你可不可以去分析一下 你的贡献度 对于今年或明年的经济成长的影响 因为如果说我们今天来看 我们的GDP的各种成长率的需求的话 好像输出它的成长 就是export 出口的成长 非常有限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 我不晓得这个 你有没有什么政策来帮忙我们 在GDP的这个构成的成长率的构成部分 民间的投资 大幅的萎缩 所以我刚才讲过 就是过去十年来 投资率下降了4.2个百分点 对 我想要讲的是说 你手上的工具在为汇率政策 汇率政策你说我比韩国要来得更有 让国家的产品更有竞争力 可是我看到的出口的成长是有限的 其中有一个问题啊 如果你去观察贸易条件 我们的贸易条件是不断的恶化的 给委员报告了 贸易条件的恶化 只要是受到石油价格的影响 你去看看这些国家贸易条件的恶化 只要是受到进口物价的价格上涨 很多贸易条件的恶化都是同一个方向 把很多国家编起来的话 假如进口石油国家 同一个时间恶化 同一个时间改善 这贸易条件的恶化 只要受到进口物价的上涨 特别是油价价格的上涨 油价的价格上涨 对 好 那对于台湾来讲是 你的汇率政策不会造成这个 我们的贸易条件的 OK 跟委员报告 贸易条件是影响费率的因素 是因不是果 OK 贸易条件是影响费率的因素 这是根据国际的研究 很多我可以提供资料给 委员参考好不好 那现在 那你的汇率政策对于经济成长的贡献呢 费率是一个价格嘛 那我维持信费率的动态稳定 让有助于台湾对外贸易的拓展 那这样的话可以 这就是我想要 我想要 我想要 一直不断地想要跟你沟通的地方 就是啊 如果今天的汇率政策 它直接影响的是我们的进出口的一个变化的话 包含贸易条件等等的因素的改变 你到底我们的汇率政策在维持着稳定的情况 违贬稳定的情况下 它是不是对我们的出口真的有帮助 如果没有的话 或者是有限的话 我希望又要发挥你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重要的影响力啊 对政府提出更重要的建议 我提供资料给委员参考 好不好 谢谢 好 以上 好 谢谢 李文的咨询 谢谢 承诺 承诺 承诺